上盖 上盖包括 电瓶线插孔 双电机器有 单电机器没有 控制器 控制器散热孔 电源线插孔 照弹灯 温度探头 湿度探头 翻弹电机对接插头 均微风扇 均微风扇 需要24小时运转 机器大小不同 风扇数量不同 内设加热线 风道口 电源线 电瓶线 双电机器有 单电机器没有 上水管 蓄水器 滚轴蛋盘 蛋脱框 滚轴调节架 螺旋杆 翻弹电机 翻弹电机对接插头 透明把手 中框 中框 底盘 自动进水孔 选择闭光通风 适宜的环境温度 先放机器底盘 放入中框 放入中框 将蛋脱框 放入中框内 注意 面对机器 加水孔在机器右侧 安装滚轴蛋盘 安装之前 先检查滚轴两端子母头 有没有松动 确定两端是固定 粘接好以后再安装 安装时 将滚轴带齿轮一端 放到螺旋杆一侧 根据肿蛋的大小 可以调节滚轴之间的距离 方便孵化不同大小的肿蛋 安装好滚轴蛋盘以后 连接翻弹电机对接插头 盖好上盖 孵化过程中 前期建议一套上水装置 湿度在50-70左右 短时间高点低点不影响 先将上水管一端 连接到机器底盘进水孔 可乐瓶子装满水 然后与蓄水器连接 堵着蓄水器出水孔 迅速将可乐瓶子和蓄水器翻过来 然后将蓄水器和上水管连接 注意 蓄水器高于机器会导致蓄水过多 避出机器 低于机器将无法自动蓄水 即蓄水器必须和机器保持在同一个平面 接通电源 电源线一定插接牢固 避免接触不良 烧坏机器 停电时及时拔掉电源 避免来电时电压不稳 烧坏机器 双电源机器停电时可以直接连接 12伏50安以上的电瓶 红色接正极 黑色接负极 电瓶自备 家用电和电瓶线不能同时与机器连接 多层机器有单插口电机和双插口电机 单插口电机在最下层上层为双插口电机 放入上层中框 在上层透明把手位置拿出下层翻弹电机对接插头 放入弹拖框 将下层电机插头依次与上层电机中间插头连接 最后将最上层电机末端插头与上盖对接插头连接 只要温度不超温 全程套着泡沫箱 当环境温度达不到设定温度时 可以用其他破旧衣物包裹保温 机器远离地面50公分以上 避免地温影响机器内部温度